大家好,新闻联播时间和各位见面 上九大师,开始我们讲一讲麻原彰房和达赖喇嘛的关系 是,爪数系列 因为我们之前提过他,忘记了有人质疑 会再讲一讲达赖喇嘛如何和麻原彰房帮他起朵 是,帮他起朵 即是捐10万元美金给麻原彰房 不是,麻原彰房捐10万元美金给达赖喇嘛 反过来,麻原彰房真的有钱了 不是,那10万元美金,我想香港很多人都有 但问题是要加持 接着再捐,那10万元美金就很出名 麻原彰房是一个奥姆真理教的建立 我对他,或者对奥姆真理教的知识 都是来自,大部分都是来自村上春树社的本地下跌事件 接着看那两本书 我觉得整件事就,怎样说呢? 麻原彰房开始的时候都是搞大乘佛教的 即是用正统的佛学或者佛教去招揽信徒 但是就开始建立了增团制度之后 有一个地方,即是东京的地产商 其中一个地方是信徒 就给了一些地去,那些地很值钱 就建立了一些增团式的制度 即是好像一些公社式那样住在一起 接着整件事越搞越邪 原来后来又和达赖喇玛 就应该是转入了藏传佛教 传统的西藏的藏传佛教 和中土的佛教有很多派别 但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藏传佛教 就是一个灵同转世的制度 曾经说过,有些资料我看过 就是说,麻原彰房是班禅转世 那时班禅还是在国内 有一个报道这样说过 就是说,麻原彰房是班禅活佛的转世 类似这些情况 自从1995年,地铁沙南毒气事件 最主要是因为达赖喇玛加持在麻原彰房 所以大概是我知道的故事 因为达赖喇玛当时是一个小团幕 但因为达赖喇玛类传佛 好像当年罗兆威筹了所有的旗 赖喇玛当时被刘强赖喇玛当时 这状况也是这样的状况 在麻原彰房是筹了十万美元 便捐回大蕾喇玛 就被大蕾喇玛 赖喇玛当时是乱狗地说 那当然是乱狗地说 再加持麻原彰房 麻原彰房因为有老板加持 便便弹起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简单 就是说是活佛 然后,它弹起了之后 便开始一直再加持 因为我也找到几张照片 可能是配景 证明最少有几次穿不同衣服 所以应该一直有加持 令他越来越好 后来因为他这么有本钱 所以才可以在地铁放沙林毒气 你说他在地铁放沙林毒气 就是因为这个人是真想相信那件事 如果他纯粹做生意就这样做 所以达达拉玛才做什么 达达拉玛本身是神棍 达达拉玛不会太相信你 但他发现他真的是邪教 所以达达拉玛才相信他 达达拉玛本身都是有邪教性质 你所说的藏传佛教也非常确 但藏传实教不是最主要是灵同转世世道 可以吗 藏传佛教主要是密宗 他主要不是灵同转世世道 灵同转世世道其实是印度佛教传来的 首先你不要说本土佛教 你说中国佛教已经错了 佛教是印度 印度直接传在西藏 他不是传在中国传在西藏 你明白吗? 我告诉你 这个我绝对不是 我可以告诉你 西藏只是在印度隔离 我知道 西藏只是在印度隔离 他只是在隔离 除了转世 还有灌顶 灌顶 那些是和西藏本身的传统中间的 所以他结合了 所以他结合了 而为什么会有转世呢? 因为印度教本身是转世的 所以不是他独有制度 只不过他说他能够 决定到他必要的转世 印度教本身是转世 我们一直都说 你转回你也不能决定 因为他有佛法 你就可以找回 因为他是喇嘛 他不会转世 他一定是转世 所以你一定能找回他转世 所以密宗和奥母真理教 都可以契合 他本身有这样的做法 他本身 你读 印度佛 西藏佛教 是来自中国佛教 的原因只是一个 因为是中国人写 他们也没有什么技术 西藏佛教是源自中国的 西藏佛教 你也要记住佛教 因为这个技术 也是由华文开始出发 因为他本身是靠记 但你以为是 西藏佛教 印度佛教适离了 就过了中土 但中土再传回 如果印度佛教适离了 整个印度 如果是次大陆 识别了 就不会有私人卡 就不会有佛教 其实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很简单 卖完张房 单官司拖了很多年 和东京打 到2018年7月6日 就复发 这两公尺就 拘捕了很多年 坐了很多年 就复发了 大快人心 昨天看一些报道 都说妻女 都和她切割关系 她最后问她 你的骨灰是谁去收 她指定她第四个女 但第四个女都不去收 情罪和钱都分了 你记得一件事 卖完张房的财产 都没有被没收 那几个头号的教主 最后那些钱都分了 是数以十亿的地产项目 因为东京有很多地 其实信了邪教 去反政府 如果你当民主也是邪教 那也是 你记住 是否邪教 卖完张房信的事情 是不邪的 是否邪教 其实是否邪教的定义 是否邪教定义 是否反政府行为 当然 明白吗 邪教定义 就是你的教义 是否叫人犯法 所以民主是邪教 应该这么说 卖完张房 他应该是真信 如你所说 否则也不搞地铁 继续经营她的生意 我想现在做得很大 他就是要搞那件事 那件事真的无厉害 因为邪上宗舍的书 就是写过一件事 就是访问一些参与过 当日吉爆沙南毒气袋 的教徒 又访问一些受害者 那些教徒也是普通人 有东京大学的文理学教授 在社会上有些 村上宗舍的解释就是 他们不会跟人相处 那样说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邪教活动 例如民主邪教活动 你会发现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相信 但你真的相信他们 那些真是高级知识分子 那些是高级知识分子 很多都是蠢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的生活都是很不开心 一句话说 很多人都想找朋友 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朋友 结果又是争团 或是真心的朋友 或是假黄 付出自己的生命 都在所不惜 好看的那本书 《地下帖事件》 出了很多年 大家可以看 一本好看的报告文学 我这么说 黑暴也是为了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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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 对 黑暴也是为了找朋友 你觉得日常生活的 全部都不是资深友 就是表面的利益 你很想在自己的生命 或是真正资深的朋友 在那些地方才找到邪教 或者是很extreme的例子 所以这些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你看看我们的 我们说的利益才可以做朋友 好兄弟勤交收 我不是跟你说利益 我和你的真心相对 我们有些利益才有些朋友 很简单 好兄弟勤交收 你不说利益 做什么朋友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 你可以没有利益 但是 你那个人说 我就饿死 你就大富大贵 大家有一个互相帮忙的状况 互相帮忙一定要 程義也要互相帮忙 程義也要互相帮忙 那是一个 fraternity 是一个有利益的 但是这些奥母真理教的帮忙方式 就是盡全力的 捐了自己的钱 把自己的物业 都把奥母真理教的名字 这些就是真正正的教授 所以就是贫行教授 所以才是真朋友 你现在这样就信 復发之前的20年都在讲交收 如何将那些财产 因为没权没收 因为他们多有私人 所以到最后你搞这些 又是讲利益 怎会没有利益的朋友 你到最后 这种麻如张房高的地方 就是那客人 把那三个人打爆了 三个人的打爆 说来说来说来 如果只是说第一个人就要打爆 就是他这个傻佬 我已经找到几十亿了 好吗 不要听 那还搞那天干什么呢 如果不搞 我想今天会比爆炸 我想来到现在 没办法 第二单找数 第二单找数 第二单是什么 第二单就是 我们说 人民日报 不肯登那个美国大使 不肯登那个美国大使 Terry那篇文章 我们找回一些旧文 因为很久之前 纽约时报也刊登了刘慧晶一篇文章 就是香港民主的消亡 那时候 湯家驊和当时的律政司司长 袁国强 还多次投稿他 纽约时报 就是想说回香港民主的情况 或者是限制情况 但是都不被刊登 所以纽约时报 其实和人民日报是同等级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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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你也不会说 律政司司长 或者是康家驊那些 是没有代表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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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最重要 不对 没办法 好了 说回疫情 双位数字 连续四天都有双位数字 昨天19宗是个案 11宗是本地的 连续四天的双位数字 本地的个案 是不是很严重呢 不觉得 输入的个案 都是印度和菲律宾 都是那个群组 都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 是的 所以不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现在来的那些都是那批 那批雇用公司 那批菲律 那批菲律 都很严重的 都很严重的 我不知道他们那边上机 是不是要一个阴性报告 因为每个国家在关口处理不太好 如果他们没有的 那来到香港就会有的 程度是这样 张竹军就说 疫情是未断尾 希望大家就要提高警觉 戴口罩 但是昨天人山人海 整个香港 周围都报复性消费 又说什么食肆入作率 五成港 我不知道 是五成 我觉得食肆入作率是七八成 即是两米距离 昨天有两点钟是吃饭 所以没什么人 是 我昨天在太子 你说食肆与桌子之间 保持1.5米 这个是多余的 不可能 如果真的保持 只要放两张桌子 只要放了几张 人山人海 直至去到昨晚的八点钟 有172万人採养 今天就是最后的全民检测机会 大家有机会去 再说一下成效 整个全民检测 就做了前后十一天 即是类似 除了首三天之外 很高峰之后 检测人数都很平均 总共找了二十多个隐形病患者 其实是很成功的 在某程度上 因为这二十多个隐形病患者 找了很多条传播链 其中一条很出名的 就是大围交通城 因为有个人去做全民检测 然后硬顶知道他患病 在那里开始接触他的人 其他人亦发病 在那里找了一堆人 按照推断 至于目前的数据推断 之前说 全香港可能有1500个隐形病患者 如果现在有172万人 有20个人 推断就是全香港 现在还有50个隐形病患者 所以 172万人 按照专家所说 都是很理想的数字 因为如果真的要搞 200万人就封订了 200万人就是 香港的检测能力 昨天的专家说 不知道 全香港应该还有50个隐形病患者 只剩下50个隐形病患者 有没有去补充 疫情 因为快点开花 我昨天跟他说 很多人都跳楼 有一晚我看新闻 半个小时之内有三宗跳楼 10点到10点半 有三个人跳楼 包括一个新年怀村的23岁女 已婚的女人 一个五十多岁有抑鬱症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在不同的屋邨上跳楼 其实很多跳楼 因为每天应该有很多种 但是都不报道 整个政府 整个世界 香港是处于一个非常热 或者地球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热的重牌 但是 你的心情如何? 你的心情如何? 我和你做的一个节目 就没有什么时间想 很糟糕 我对他说 我昨天都没有时间 不断冲冲冲 昨天睡了 四个小时 我想 这个也是好方法 等自己忙 我觉得 我就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 对 我希望大家 会破了平常心 希望 大一点 所以 有些人说 那些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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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也是要同意 呼吁 与其你每天做一个 每天在仇恨中的黄丝 不如你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蓝丝 说猪 我不管你这个意见 但是我昨天看新闻 有一个小孩留在家 究竟对父母做了什么压力 做了访问 访问了八百多个父母的资源团体 那些资源团体就说 那些小孩留在家 和他们有很大压力 那当中 问他们最大压力是哪 他们是经济问题的 就是 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 是的 经济问题 真的很大压力 所以大家都是说 旅期是这样 不如大家做薄命赚钱 这是回来最实际的事情 不是说 我都说 做快乐乐乐乐论 就是说 你即使不快乐 你只想经济问题 如果你全心全意想着工作 就像你那样 都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 被你被逼很辛苦 对吧 做了很多故事很大 我没有什么常想 我又不会为黄丝 我没有这些事情 其实都没有这些事情 其实都 我觉得事情都是这么发生 拜钱最重要 我又不是拜钱 我很有趣 我觉得 生活得很开心 就是 我自己的小孩留在家 我反而觉得 我反而觉得 挺开心的 就是多些时间相处 成一见 我们的关系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方向 不是一定要吵架 不是一些姑娘的 就是多些 开心一点 我们昨天整家出去吃饭 找了几间地方都吃不到 新水新浪 当然就是 开心最重要 我拜钱得来 我也是亂花钱的 我没什么钱 开心最重要 大家都起码 不要那么容易轻生 我昨天也说过问题 现在的人都跳回楼 不是烧炭 可能烧炭就是一个 比较想好的一个自杀 你想着 我要怎样做 起码做一个买包炭 封住家的 牛皮胶纸 那些 但是 似乎跳楼 就是一时冲动 一刻的事情 就是你在家的窗 跳楼和烧炭的分别 可以说 跳楼有很少的机会 会碰到人 暂时没试过 会伤害到人 但是 烧炭的话 很多时候最大的不好处 就是 你自己售署 全家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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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你没有留下子女 你都这样 我又想问一个问题 烧炭是否香港发明 是 人们说烧炭是香港发明 是 2003年 因为 有一位人 日本人叫贺建制 他设计完全辞责手策 他认为吊颈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 香港人发现烧炭更好 是最舒服的 有人说 好像很轻然 入睡 是 2003年发明 上一次 应该是 之前 2002年已经发明了 不好 没有看到 有件事还挺好笑的 还没有实现 昨天 9月13日 有人在地铁里 阻塞地铁 开车 关门 阻塞地铁 被地铁职员捉住 然后报警 现在还没有实现 还没有实现 每一次 每一次 五千元 五千元 五次就两皮半 五次就两皮半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计 之前那些很大事 五千元 五千元 就是家长比 这个也很合理 之前那些 我估计 一早早 也做了二十多三十次 车门 我觉得 家长比 真的很不合理 你看 怎样 我说 为何要家长比 家长不合理 不合理 便关入少年院 原因是这样 因为作为家长 我不是家长 但是作为家长 现在 你没有对子女的控制权 但是你不应该负子女的刑责 就变了 因为以前不同 以前家长 你是家长 你可以有权控制 你可以看罚他 你可以背他 那你就要负刑责 对不对 因为他教不好 就是你的责 但是现在 老师教 老师叫你 你不要听老师说 有什么事情就报警 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那家长 为何要负责 现在你的儿子 我生日逼出来 是归阿公 我的儿子 也逼出来 我归自己 现在逼出来 归阿公 不是归他自己 归他自己 归他自己 就是阿公 那我为何要负责 我为何要负责 你自己搞定他 还没法查 一件事 之后再跟进 那12个 扣一下看 盐田看守所 因为越境偷渡的香港人 到今为止 昨天都报道过 那些律师都没见到他们 但是昨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在Tripper 就和美国外交官 有些英文的对答 华春莹就说 这12个人 就企图把香港 从中国分裂出去 如果外交部发言人 这样说 那是否会 告他们叛国罪 或者分裂国家罪 不知道 因为现在都未公布 可能都不会 但是这个报道 像华春莹这样说 就周围都 全香港人都看到了 你猜是否会告他们 分裂国家罪 你以为要主宠他们 我昨天都说 他可能放我再拘捕 但是这个时候很难说 因为始终 你如果这样的话 尤其是人在高调 涂謹申 朱埃迪 那些 走出来 你不可能 你出来拘捕这么久 你没有理由 而且你家长 那些人不知是否真的家长 你自己 因为如果出来的 那些人都说 陈彦霖的 那些人都不相信 你这样的人 要不需要检验DNA 你家长走出来 都会是家长 但问题 现在的意思是 陈彦霖的母亲 你也不认她是他母亲 现在这些梦莹变力 现在没有人不认 就是世音庭召开之后 因为有些公信力 也有些人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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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认 但是 现在这些人 你应该明知道 你出来后 会有这样的效果 和朱埃迪 你只知道 你出来后 假设他是一个绑匪 一个绑匪 绑了你儿子 然后你找一个仇人 和他谈判 即是激怒绑匪 对不对 假设这样 你这个状况 就是一个比喻 即是假设 假设这样 就是 假设这样 那些人是用这个比喻的 你都会找他仇家谈判 即是 陶近身和朱埃迪 你应该会用 老台十二的家长 哎呀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就放了他 给港府 我施压 即是你的意思 不是朱埃迪和陶近身 应该是增育性 那些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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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就是你建设这样 那些帮忙 即是直接找政府帮忙 你都会找到政府 找了政府 政府就会积极帮忙 但问题是 你找朱埃迪 那些人走出来 就是朱西 那些人叫朱西迪 就是没有错 你第一天知道 你明白吗 你第一天知道 这是个人说的 那么 앞에 那些人这些人 才能够坐牢 你明白嗎 那就是杀草 那就是你们大家 原来都是錢 那些人明显 就是陶近身走出来 我就是他一定会把工作 朋友也会这样 你这件事不是风筝的 如果你是陶近身 如果你是陶近身 你找到朱 陶近身稍微有些腦 你找到你的时候 你会想 这些人找朱长得好些 你没有用脑 或者是杰騰 也会帮忙 你不要立刻搶著衝突 或者幫人 實際上是幫不了的 你幫不了不要害了 而那些人不怪得你的子女這麼蠢 去弄 原來你的家長是這麼豬西的 你明白嗎 有這個就湊出湊 豬西家長就教豬西子女 明白嗎 也希望他們得到合法的審訊機會 還有合法的 肯定是合法的 大陸的法律 你現在肯定是得到合法審訊 現在你是希望得到不合法的審訊 就是逃犯條例再開過 就是把大陸的人運回來香港 現在他的意思是 現在希望用一個不合法的審訊 不合法地運回來香港 因為逃犯條例是沒有的 到這一刻為止 也不知道是否會告他們更高的 國安罪行 但是現在你的豬西老爸 你那些老爸 你那些老爸 難怪不得湊出湊 這麼蠢的黃絲老爸 就殺出這麼蠢的黃絲子女 你明白嗎 這麼蠢的語言 就跑出這麼蠢的鋪圖 結果不是這樣 你明白嗎 還有一年 你們自己是拜台灣 那些人 那些人是神的 那些人又是你說的 中央社報導過 五個偷渡去台灣的香港人 認同軟禁 因為有些人說 他們已經有兩個月 在一個地方裏面 也沒有辦法有律師或家屬 接觸到他們 不知道情況如何 因為他們去了台灣 偷渡拘留了 台灣的六委會 就否認了報道 也不會開名是哪五個香港人 否認了報道說 他們有合理的權益可以得到的 至於是否應該還沒有放出來 因為現在還在高雄 這樣說好不好 這六委會就真是混蛋了 大家就相信 大家首先拜台灣 你們拜那個神 神也是出賣你的 你們一群都拜台灣神 再一次證明黃絲多蠢 多蠢 多蠢 第一 你看我講 他說 不至於被戀金 戀金是比較好的狀況 你現在是囚禁 你現在是囚禁 在監禮前是軟禁 他說不是不至於被軟禁 但是你是在囚禁 軟禁就好 軟禁就好 現在是硬禁 是不是 現在是硬禁 當年趙紫陽也叫做軟禁 你選擇當然選擇軟禁 你現在選擇硬禁 台灣好像不能夠給香港人政治庇護 因為他們覺得 台灣的建法 整個中國包括香港都是同一個國家 總而言之他公開就說 我們偷渡就不行了 他已經公開說了 偷渡就不行了 大家對台灣的幻想 大家對台灣的幻想 很想說什麼 第一天的時候已經說了 對台灣不應該的幻想 你們本身自己 整群黃絲 因為有腦就不做黃絲 那個大班月餅 還有有腦就不做藍絲 有腦就不做藍絲 現在證明了大班月餅 也是一個珠犀 現在被人按到 打到啪啪聲 就是拿三個兒子出來 最慘的兒子 你明白嗎 所以先說 你大班月餅不重要 大班月餅那個人 你蠢不知道自己蠢 最重要是自己聰明 才糟糕 你明白嗎 智障的人沒有問題 智障的人 通常都覺得自己是 都知道自己是 沒有問題 但是大班月餅那個人 就很清楚知道 他就說 他以為自己很聰明 其實他自己是珠犀 他不知道 沒有辦法能不能知道 那個狀況 是的 情況是這樣 看看如何發展 又是加多一句 希望他們有得到 應有的權益 那12個扣留在嚴田的香港人 現在還未告的 就是華春瑩這樣說的 好 下一條新聞 我們來講講國際新聞 法國的黃貝辛運動 還未停止 兩年 還未停止 因為疫情時停止 疫情停止 因為歐洲也不能再鎖 到處都沒有了 譬如德國再想有設施 措施解決疫情 嘩 上街了 不同的城市的人 做人開自由 是的 沒有辦法 剛剛黃貝辛 星期六天 又在巴黎道 在不同的城市有聚責 有施網催淚彈 接著 拘捕了250人 但是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法國的疫情也同步 9月11日 9月11日的情況 法國是過了1萬人 即是 確診 同一時間西班牙也彈了上去 其實最多是 西班牙已經打了上去 西班牙已經打了上去 早已打上去 早已打上去 我們之前說了 西班牙第四 印度應該最厲害 5萬多 美國是1萬8 巴西是1萬4 這是9月11日的數字 法國的黃貝辛運動 出現和疫情上升 同一時間上升 兩者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因為 已經弄了很久 可能有多少許關係 但問題是 我只是覺得 為何會移動得這麼遲 他應該是一早已有的 他應該是一早已復發的 其實等到今天才再搞 已經是遲 但問題是 如果這樣的話 就不知道再搞到何時 其實現在 地球真的很危險 不只是中國的問題 很多地方都會出現問題 黃貝辛我不會停 因為是很貼心的事 即是運動的軸 駕車的油很貴 日常生活都很貴 現在的油很貴 已經是很小事 現在是 十倍 美國是流年不利 加州的山火未受控制 火頭越來越多 蔓延到俄勒江州和華盛頓州 補充一下 華盛頓州不是說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特區是東岸 現在是燒了整個西岸圓 華盛頓州就是西雅圖 現在有24個人死亡 俄勒江州也有疏散 五十萬人需要疏散 但問題就是 你叫疏散 有些人不疏散 不是硬性規定 沒錯 有幅圖很有趣 在Twitter看到 山火由上面燒到下面 但到墨西哥就停了 到加拿大就停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照計算是山接山 那邊墨西哥就能解釋到有圍牆 哈哈哈哈 但是和加拿大 應該會否消過加拿大 不知道 要確認這些事情 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 中東的和平進程也繼續 阿聯酋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第二個國家也簽了 就是巴林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是喜順 阿富汗政府也開始和塔利班談判 搞了很多年 這件事 開始坐在一起談判 整個中東局面 會找到美國這麼大力推下去 又要看看情況 這種狀況 我不覺得是喜順 因為我覺得 你不應該開心得太早 即是奉巴馬拿完諾貝爾和平獎之後 是甚麼結果 你可以看看其他 其他幾個和平獎 不只是這個 應該是以色列那件事 可以樂觀一點 阿富汗那些 是阿富汗和塔利班 我覺得他們有不可 甚麼的矛盾 多少條血囚 多少條人命 不如大家數吧 沒錯 以色列和巴林那些 就算是幾十年前 還說閃電戰 那些圍流來 最近二三十年 這一代人都沒有血仇 但是阿富汗和塔利班 仍然發生著 還有大家 你的地盤 是因為有即時利益的問題 現在他們在以色列和阿里尤 沒有即時利益的問題 反而是握手 阿里尤只會出賣了 阿里尤只會出賣了 中東的伊斯蘭朋友 但問題是 他們倆沒有利益的問題 反而握手是有利益的 但是阿富汗和塔利班 大家如何分割地盤 阿富汗和塔利政府 沒得救 沒得救 美國國內 都繼續有些動盪 昨天在洛杉磯 有個槍手 向警車裏面 兩個警員 開了很多槍 幸運地 有警員頭部中槍 但都沒有死 現在是危殆 Donald Trump 在Tripper 稱呼束生 無緣無故的警車開槍 這些事件每天都會發生 現在漸漸將這些事件常態化 看看情況如何 都是在一些好處的地方 因為 徐家健說 他們的大學城都很平靜 對 當然有些地方很平靜 香港也是 很難搞的 很多地方都很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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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重點的地方都不斷發生 其實美國也是 有些州份 在市區和地區都特別不平靜 好了 還有一則新聞 就是越南好像和 還未確認 越南好像和印度會簽一些協議 靠擁印度 有一個說法 印度會派款6億美元 給越南購買軍備 不知道可信性有多高 那6億很少錢 但是兩個都很窮 但是兩個都很窮 兩個都很窮 即是說 印度已經全身不行了 現在已經是再搞 6億 那兩架F16都賣不到 但問題是 他們買的 又可能是一些比較低層次的東西 如果越南真的和印度靠擁 離開中國 那會和南海的局勢又增加一些變數呢 很難說 越南和印度 有少數可以有獨立外交政策 即是在政治上 軍事上自給自足 不是在什麼上自給自足 是有幾個這樣的狀況 是可以有獨立外交政策 因為他們有軍事行力 是在這世上少數 這世上少數的國家 是很大野心 包括小國而很大野心 小國大野心 非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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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印度 南韓 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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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不是小國嗎 唐大國 唐大國 但越南也多人 一億人 他是二流國家 當然是二流 南韓 他很大野心 民族性 是很想侵略的 但卻無法侵略 明白嗎 有膽無力 他們很多都是這樣 蓬佩也會拉攏東盟 又是未成事 拉攏沿海的一條鏈 拉攏所有國家 會組成一個聯盟 都要交保護費給美國 提供他們的軍事 守護海岸線 令人擔心的就是 好像想封鎖石油運輸路線 馬六甲海峽 南海 然後到印度洋 這也是全面針對中國 萬一真的是 成事的就打仗了 如果石油供應路線 希望不能走到這一步 因為中國大慶油田生產的石油不夠 中國自己用的 以前不夠 現在不夠 始終都要在伊朗那邊入口 如果你封鎖石油運輸路線 就比較尷尬 最後補充一點 香港新型冠狀病毒死了100人 全香港有4958宗確診 而不是香港的死亡率是2% 綜合全世界死亡率 現在全世界有2900萬人感染 有92萬人死亡 全世界的死亡率是3% 我們比全世界低了1% 香港的情況如何都只有一格 這裏都是福地 希望盡快活平靜 大家生活得更開心 不要太多人跳樓 沒什麼特別 今日的新聞聯播時間是這裏 我們明天再談 拜拜